歡迎大家分享出國比賽體育冠軍的快樂 當地家鄉蔡英科老師和學生 為了開始準備比賽冬天製作的料理 雖然沒有比賽的緊張感到 不過製作的規定一樣很重要 就是這樣對料理最重要的要求對台 讓民生是很感動 往上越想 進走距離去一下 在比賽的規定 必須在四點鐘以來 做出中優 收拾和足夠用心頂頂的第一道料理 可是比賽之前他們做了這麼多工庫 並且不斷來人心 不過比賽的行程 蘇星亞是遇到賣酒的問題要客戶 挑戰最大的就是我們到現場的市場去採買 因為這個比賽的期間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我們都要到現場去採買 那可能或許有一些材料台灣有 那邊沒有的 那我們就做一個替代 我們就是所有困難 包括我們的食材的保存 和我們要在哪裡做菜 就是一切都是不知情的 基本在馬來西亞 基本的地球界 國際必須用心比賽 和十幾個國家四百多個總部賽 競爭之下 可以在團體的金牌 華浩智慧 對老師和學生來說 都是保育的經驗 學生能夠有擴大國際的視野 在那麼大的場面競賽 他能夠有自信 另外把我們籃頭的食材展現出來 那這次的主題是以藥商 所以用了很多籃頭的當地的食材 而且在老師跟學生平常的練習 那這次終於拿到四片金牌 從我市場裡面參訪 就是購買食材 然後比較搭配 然後搭配養生的一些食材 然後做出這樣養生的料理 然後就是因為到國外 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當地高雄蔡英庫俗信的好手機 立刻在立刻在立刻堅定 也再出來拍向台灣美食文化的名聲 在這裡面先採訪活動